美国总统大选虽然已经启动了移交程序 但是现任总统川普还是不认输 持续在摇摆州进行选举诉讼 有没有机会败布翻盘呢 那听国际政治经济专家汪浩来分析美选官司 欢迎收看打开世界之门 我是郑曹文 我们今天这个汪浩时间 请到国际政治经济专家汪浩博士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请教汪博士是有关美国选举 川普虽然说已经愿意说 万不得已的话他愿意离开白宫愿意交接 但是他还是不认输的 对 目前为止川普是坚决不肯认输 而且继续大力推进有关的选举诉讼 这个状况 那当然了他为了整个美国国家的稳定 他还是同意了美国政府的文官系统 开始安排跟拜登团队的交接 但是他个人和他个人的竞选 阵营还是继续在美国的主要的摇摆州各地 展开各种各样的诉讼 那现在主要的这个正义集中在六个摇摆州 那第一个摇摆州是乔治亚州 乔治亚州已经做过一次重新点票 那么现在根据川普的要求 做第二次重新点票 但是这一次重新点票 乔治亚州依然拒绝来对比这个签名 邮寄投票的签名 所以这次重新点票 能不能被川普认可 也还是会有争议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乔治亚州开始第二次重新点票 预计下个星期会有结果 那同时乔治亚州又有两个不同的律师 是支持川普的律师 在乔治亚州进行各种的法律诉讼 一个是泡卫尔律师 一个是林屋律师 他们是在进行诉讼 要指控乔治亚州大选中间的 一些不规则的行为 那第二个是宾州 宾夕法尼亚州 宾州的情况是川普团队 当然从11月21号提出了 正式诉讼以后 一审是百诉了 现在进入联邦法院的二审 那么联邦法院的法官同意 在11月27号要有听证聆讯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方面 也提出了好几个诉讼 要求重新点票 并且是手工重新计票 并且做整体的检查 那下周州议会也会做一个听证 但是州政府还没有正式宣布 亚利桑那州会重新点票 不过亚利桑那州 川普和拜登的差距非常之小 大概只差了1万票 所以我觉得重新点票的可能性是 确实很高 那内华达州这一次 支持川普的阵营 在地方法院取得了一个突破 法官同意在12月3号举行听证会 来听取支持川普的阵营方面的 对于选举舞弊和各种的诉讼 所以整体来说 在这6个州目前有各种各样的行动在进行 那我们能看到的话 川普方面大概是有三个不同的路线同事在走 第一个就是到联邦法院通过层层上诉 希望到这个上诉进入到联邦最高法院 由最高法院来判决川普方面的诉讼的获胜 这个是他的如意上盘 那第二个层次是在各有关州的州议会 要求听证 然后让州议会调查来翻盘 那因为这几个争议的州的州议会 都是由共和党占多数的 那理论上来说 根据美国的宪法 是只有州议会才有权决定派谁 去参加联邦总统的选举人团的 那不是由州长决定的 是由州议会决定的 而州议会这几个有争议的州 都是共和党占多数 但是传统上州议会 都是根据当这个州的选举票的结果 来指派选举团的代表 所以他要州议会要改变这个传统 必须州议会开会讨论决定 是有特殊的原因 特殊的理由 他们才能改变他们历史上的传统 当然川普现在希望 要推动这方面的可能性 第三一个当然是在乔治亚州 和威斯康辛州的重新点票 他当然希望经过重新选点票 也许可以做某种程度的翻盘 这是他现在的目前的主要的 整个竞选团队的策略 当然另外还有 像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律师 和支持川普的共和党的团队 发起的诉讼 他们并不是川普竞选阵营的 直接的诉讼 而是支持川普的人 主动发起的诉讼 所以这次选举会发生很多变局 包括就说 他们甚至于会开始检讨 选民的证件法 要来认证那些邮寄票的真实性 是 这个根据美国最新的一个民调 说美国将近90%的选民 都认为在这次选举以后 美国人要吸取经验教训 第一 以后要有法律明确规定 投票的时候 必须出示有效证件 来证明你是有资格的 合法投票的公民 第二 你的这个选票 邮寄选票上的签字 必须经过核对 因为这两项 确实是这一次大选的 非常重大的争议 对 我觉得其实这些程序 对一个建立一个 更健全的民主制度来讲 其实都是非常正面的 是 尤其是因为这次大选 大量的使用邮寄投票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的 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法律方面 也来不及适应这个情况 所以我想这次大选以后 可能美国许多州的 选举的法律 都会需要做出修改 来适应将来这种邮寄选票 大量增加 所可能引起的争议的状况 是 好 我们非常谢谢汪老师 给我们的分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